几天前我们曾经为您报道洗车机砸坏车窗的意外 现在台南也有类似的一件意外 控诉的是一位李先生 他载着一家人到加油站附设的洗车机去洗车 但是快要出隧道之前 前方的这个吹风设备竟然没有升起来 硬声压迫了车顶的天窗 车内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小baby 全身多处割伤 李先生非常气愤 他认为加油站人员竟然不闻不问 还要他赔偿洗车机损坏的费用 加油站说这个李先生可能没有按照指示打空档 才会造成意外 人坐在里面的时候整个喷的 李先生拍下天窗玻璃破裂的照片 越看时越生气 他说当天站在一家大小的加油站洗车 眼看就要离开隧道 就是不见吹风设备升起 后来居然直接划过车顶 瞬间压迫天窗玻璃 等到他整个往后洗过去之后 我们才把N档打D档往前跑 被压迫的天窗玻璃四处飞扇 划伤前奏的小婴儿 事隔两个月伤痕还是很明显 李先生指控当时加油站居然没有人及时应变 就是一直流血 都不理会我们 还要爸爸叫说发生事情了 洗车机压下他们的人员才过来看 李先生气愤加油站不闻不问 不仅没赔偿医药费和修车费 居然还接到加油站发文要求赔偿洗车机损坏的五万多块钱 因为加油站人员质疑 李先生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打空档才会发生意外 跟他讲要把查N档打N档 但是我不晓得说客人他到底有没有停载 双方正义点就是在于洗车时驾驶有没有打对档 实际上由于洗车机有轨道设置 驾驶打了P档停车档 轨道会拖不动 就没办法前进洗车 如果打了D档前进档 车子里因加速往前冲就会发生意外 打N档他就会拖着这边走 李先生投诉消保官却建议他私下和解 但这口气真的忍不下 他决定走法律途径 这起案例也提醒消费者把车开进洗车机 一定要确认自己打的是N档 才不会发生类似意外 TVB新闻吴忠勋令职会泰南报道